这道菜成本不足3块钱 但是非常的简单美味下饭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美味 我们要选用这种稍微老一点的盐卤豆腐 从中间给它切开 然后切成这种大小均匀的方块 放入碗中备用 大蒜头稍微多一点给它切成厚片 放入盘中 再搞一点点生姜切片 再搞一点葱段放一起 起锅烧水 倒入切好的鸭血和豆腐 加入一勺盐增加底味 加入适量料酒去腥 烧开以后煮两分钟 然后捞出控水备用 重新起火热锅 加入一勺植物油 油油以后呢 下入准备好的蒜片 给它煸炒出香味 紧接着倒入这个葱和生姜 同样是煸炒出香味 蒜片煸到金黄以后 加入两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炒出香味 加入适量料酒去腥增香 紧接着加入清水 条件好的可以用老母鸡汤或者排骨汤来代替 倒入鸭血和豆腐 加入半勺盐 增加底味 再来一点五香粉 再来半勺蚝油 加入蚝油的目的主要是体味增鲜 增加浓郁度 再加入一勺白灼汁 没有白灼汁的可以用蒸鱼汁油来代替 加盖用中火给它炖7到8分钟 好了啊 最后再来一点味精 增加鲜味 经过7-8分钟的炖煮 鸭血豆腐已经完全入味 而且汤汁已经略微浓稠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 可以放一点香菜 用砂锅来装 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 而且能再次唤醒它的香味 一道成本不足3块钱 简单美味下饭的鸭血炖豆腐 到这边制作完成 欢迎大家来我的主页 学习更多更详细的菜谱教程